每个民族的起源,大度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炎黄子孙都知道,汉民族的祖先是来自一个福西女娲的神秘传说,而满族人起源的故事却显为人知,那满清人不是炎黄子孙,他们的祖先究竟是谁呢?点个订阅不迷路,带你探索不一样的世界。 满族人祖先,一个百花盛开的春日,长白山脚下迎来三位下凡的风姿绰约的仙女,他们在清澈见底的湖水里沐浴,嬉戏,打闹,这时从远处飞来一只神雀,轻轻地落在仙女的衣服旁,将咸在嘴上的一粒仙果放在了他们的衣服上。 不一会儿,仙女拖着倦带的身子上岸,其中一位叫做佛古伦的仙女抢先吞下了仙果,后来仙女怀孕,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爱心绝罗,酷不理雍顺,这个男孩子就是满族人的祖先。 满族人的祖先叫做墨河,是一个原始的渔猎部落,墨河在仙秦的时候称为宿慎,刘汉至曹魏时期称一楼,南北朝时自称雾极,分分合合,仿佛是人类历史不变的规律。 隋唐之前,物极化分为宿慕,博多,安车谷,福念,黑水,白山七大部落,隋朝时正式更名,瓦舍。 流光一彩的唐帝国亮了世界,也吸引了世代生活在深山老林中人的目光,于是一部分墨河人仰慕唐朝,并最终成为忠实的学徒。 然而回顾历史,最终只有宿慕与黑水墨河从落后封闭走向开化,接受了文明的洗礼, 但是二者的相互崛起,却先后经历了二百余年的时间差,而机会是拜唐朝所赐。 唐高宋时期,大将李禁灭高沟里,那千二十万民众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 之后,臣服高沟里的白山墨河归顺唐朝,博多部与安车谷部化整为零,鸟兽散尽, 宿莫墨河则千聚迎舟。 金辽宁朝阳市,黑水墨河继续在北部丛林过着不被人打扰,如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不久,宿莫墨河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满族人的发源地 目前对于满族的发源地有两种观点, 中国考古学家认为是长白山与黑龙江之间,故称为白山黑水, 而部分外国历史学家则认为是黑龙江下游, 现属俄罗斯远东省份的森林山地, 到底是那种正确,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前者叫后者龙统, 而两者又都没有超出白山黑水的范畴。 满族人祖先辉煌过往,公元713年, 李隆基登上大唐皇位,中原王朝步入鼎盛, 宿莫墨河首领大作龙归顺唐朝, 宋次子大武义入唐充当人质, 玄宗皇帝赐封其为渤海郡王。 随后,一个名叫渤海的国家在白山黑水间诞生, 渤海国在大人秀时期,817至830, 达到鼎盛,成为文明于世的海东圣国, 公元926年,渤海国被弃丹征服,并沦为其附庸, 此后,渤海国大量王室成员迁徙到朝鲜半岛, 成为高沟黎及新罗国民的一部分, 那么,陨落星辰是否还能发出光芒, 谁会续写墨河人的辉煌呢? 长江后浪推前浪,出于对前辈的羡慕, 黑水墨河开始蠢蠢欲动,五代诗国时期, 他们将名字改为女真,寓意东方之鹰, 辽国,契丹,并没有给鹰展翅高飞的机会, 并将他们分类管理,分别对待, 实力较强的女真人便入直接管辖的户籍, 迁到辽阳府以南,与汉,契丹杂居, 被称为属女真,生活在辉发江一带的女真, 与辽有着半基迷关系,被称为半生不属女真, 仍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 以渔猎为生者,称为生女真, 辽圣宗耶律宗贞继位后, 沿袭勒不讲理的传统,将女真人的两只脚去掉, 改称女职人,理由是未必自己宗贞名晦, 屈服只是一个过程, 英雄总会找到东山再起的机会, 1113年,女真完颜部的一名名叫完颜阿古打的年轻人, 被推荐为都伯吉列,从此, 这个部落联盟首领举起了抗辽大旗, 1115年,阿古打灭辽建金, 一个寓意为金不符,万事不朽的国家诞生, 金国建立了, 政治上,推行伯吉列制,皇帝称都伯吉列, 其次称安,尊贵,伯吉列, 国论,贵,伯吉列,呼鲁,总帅,伯吉列。 军事上,实行蒙安谋克制, 每300户为一谋克, 十谋克为一蒙安, 谋克首为百户长, 蒙安首领为千户长, 各户壮丁平时务农,战事出征, 文化上将汉人郑凯和女真言语杂揉在一起, 创造了女真大字。 由于文化上宗上的弱势, 三种制度不过昙花一现, 在二十年后就逐渐趋于废旨, 从三世皇帝金西宗开始, 到六世金章宗的近百年和平岁月中, 金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汉化改革浪潮, 制度上朝廷废薄急劣质, 建中央集权体制, 地方压缩蒙克安置适用范围。 设立陆、府、州、县地方行政机构, 在人才选拔上采用科举制度, 教授儒家经典, 大量汉人、契丹人、渤海人, 被授予官职在法律上, 参阅唐宋法律体系, 出台了黄统治, 维加队南部强疆域控制, 金国又将都城从上京惠宁府, 迁到中都燕京, 王朝兴衰更替, 女真人经历一个轮回, 满族人为历史画上句号。 蒙古灭金后, 被打散的女真人辗转返回白山黑水之间, 归行举步, 大气不出, 元朝在东北设置了五万户府, 东征元帅府, 严密地监视着女真人的一举一动。 明朝在女真人的地盘上, 设置了三百多个位, 所并设立了奴儿干司, 把女真人分成海西、 建州、野人、 三大部落予以分化管理, 压在石头下的草照样生长, 有手倒下并不是一蹶不振, 而是在为重新站立积蓄力量, 万里末期。 一位名叫努尔哈赤的女真人, 走入了我们的视线, 她出身于贵族世家, 从她的六世祖开始, 就世袭明朝建州, 所谓指挥时一职, 努尔哈赤幼年丧母, 十五岁时, 与弟弟被继母挤兑出家门, 投奔到外祖父门下, 服务双至祸不单行。 不久, 外祖父与父亲, 被辽东总兵李成良误杀, 努尔哈赤兄弟侥幸活命, 沦为疏童, 后来, 努尔哈赤到辽东都司讨要公道, 李成良出于理亏, 给了努尔哈赤许多好处, 赤叔三十道, 马三十匹, 准其收葬祖父与父亲尸体, 封其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 从此, 因获得福的努尔哈赤, 算是有了起家资本, 表面上对明朝杨凤英伟, 韬光养晦, 暗地里统一女真各部, 最终, 除叶鹤部, 其余如海西, 剑州, 东海各部, 全部听命于努尔哈赤, 从此, 女真人如一只伸展五指的手掌, 并笼为一个有力的拳头。 1599年, 努尔哈赤重新创立了女真文字, 万历四十三年, 1615年, 努尔哈赤又创立了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以三百人为一牛鹿, 五牛鹿为一甲喇, 五甲喇为一旗, 壮丁被分别组织在黄, 白, 红, 蓝, 香黄, 香白, 香红, 香蓝八旗之中, 出则为兵, 入则为民, 平时更列, 战时出征, 一个全民皆兵的组织体系, 刻入史册, 1616年, 珍扎欧初一, 58岁的努尔哈赤称大英明汉, 剑号大金国, 史称厚金, 定年号为天命, 后来, 他对称明朝为南朝, 开始与明朝公然挑衅, 1618年, 努尔哈赤适施罚明, 1619年, 萨尔虎一战, 歼灭明朝十万精锐, 从此, 努尔哈赤的八旗铁骑席卷辽东, 1626年, 努尔哈赤亲率十三万大军进攻宁远, 原本以为荡庭东北指日可待, 不曾想宁远呈下损兵折将, 自己也身负重伤, 宁远首将袁崇焕, 让他人生旅程如噩梦般结束, 努尔哈赤死后, 八子皇太极继位, 天聪九年, 1635年, 皇太极欲进取中原, 将女真族名改为满洲, 次年4月21日, 皇太极及皇帝位, 为避免刺激汉民族, 改元崇德, 去大金国号, 改为大清, 1641年, 清军与明军在松锦展开激战, 明军损失殆尽, 继疗总督红成仇投降, 清朝逐鹿中原, 已成水稻渠成之势, 1644年5月2日, 清军进入梦寐以求的紫禁城, 开启统治中国267年的历史序幕, 在清朝时期, 满族人的地位的确很高, 享有许许多多的特权, 就算是不学无数的人, 在社会上也一样高人一等, 当时的满族人, 还十分歧视汉族人, 禁止满汉通亲。 在清朝灭亡之后, 这些满族人, 再也没有任何特权, 也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资本。 满清人去了哪里? 在偌大的中国, 满世界的全都是汉族人, 这些满族人虽说不是亡国奴, 但是也可以说是失去了家园, 他们究竟是如何在满是汉族人的地方生存的呢? 我们先从满清贵族说起, 贵族们大多都是有些家底的, 但也很快就都败完了, 而那些格格们也都相继嫁给了平民百姓, 为了在社会上不受歧视, 他们纷纷改姓, 满族的平民们没有什么家底, 为了生存。 早早地就隐瞒了他们满族人真实的身份, 穿上汉族的衣服, 改为汉族的姓, 当然也有一些没有改过的, 至今都还姓爱新觉罗, 他们也没有土地, 只是做一些小买卖来一次养活自己, 买菜卖菜, 开个路边摊, 维持自己的生活。 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歧视, 汉族人与满族人也十分融洽地生活在一起, 还有很多满族人成为大屏幕前的明星, 就比如吴京, 黄海波, 纳英, 文章, 佟大为等等, 满族人其实也是有他们自己的特征的, 就比如鼻梁直挺, 还有一点与我们汉人不同。 那就是乌黑乌黑的小眼睛, 颧骨和腮骨都比较突出, 我们从清朝的一些照片中, 可以看到, 纯满族人都是大耳朵, 性格方面都比较的直率, 有的脾气不是很好, 但十分讲义气, 饶勇好战, 饮食方面就是很喜欢吃肉食类, 如今的满族都用汉性, 除了居住地上的行政划分, 其余与汉族无异。 在藤迟时期间、 我们会用来工作台湾的重量, 乌黑乌黑的小眼睛, 请大家